HELLO 大家好,我是氣球師Alan 我是黑松 對,現在是我們聊到的就是 正義聯盟的剪輯版在明年要重新上映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不過在這部電影之前呢 要先上映一部 大家要更期待的就是 神力女超人的獨立電影第1980 那這個很全 他是借在正義聯盟跟神力女超人的一集中間 對,可是他講的好像又是一個平行時空感應的神力女超人 對,然後這個預告裡面呢 其實最特別的就是說 大家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哪一個劇情 不過最特別的是 他們預告裡面有出來的時候 裡面有一套精兵裝 就是神力女超人顛覆了大家以前對他穿著的概念 就不再是這種戰甲的感覺了 而是他穿了一整套就是包袱全身 就是像金色老迷的背甲 然後又是沒有使用盾牌跟劍 就是有顛覆和光星槍的感覺 對,那其實D.C.因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 那你自己是不是最喜歡神力女超人 對呀,我今天喜歡這角色 我也很喜歡D.C.的所有超級英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特別來獨立出電影裡面的這套裝獎 其實我們也沒看過 只是也不知道這個這個精英裝 到底在這電影裡面有多久的時間 他會不會只有出現一小段 有沒有可能 會吧 我覺得他應該只有出現一小段 因為他這套衣服實在太有名 所以形象不可能變 但是呢 對不對 身為一個超級英雄 只要他出現過很有特色很帥氣的 我們都是要把它做出來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精英裝 Let's go 首先 我們先從筆到外開始做起 確定中心點的位置 我們就開始在外圍做出肩膀、胸肌、腹肌等部分 這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金色 所以我會選擇用不同色差的金色 來增加局部的立體感 四肢部分更能明顯看出色差感 適量的加銀色 可以增加整體層次的豐富度 也不失整體亮度 接著是來製作這次的重頭戲 翅膀 這次的翅膀 是根據我們做出來的人物 做等比例的大小 所以從視覺的感官上 看起來一定會非常的壯觀 翅膀固定上去之後 就來做頭的部分 先呈現出戴上頭盔的感覺 完成了 怎麼樣超級帥吧 這次呢這個金銀裝跟我們以往做 最大的不一樣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是這對翅膀真的夠大 這對翅膀真的很大 我相信這個翅膀 撞在我身上應該也是可以的 也是看起來比例不會失恨 對那這次比較特別 這次呢這個翅膀呢 我們刻意還原它 真實比例的感覺 也沒有做比較小 就是以這樣的size 然後我們看它模型的比例 去做出這樣的感覺 好那這個金銀裝呢 其實非常的複雜 特別是翅膀在編排的部分 待會呢 我們會留更多篇幅的時間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細節的感覺 你們喜歡我們做的金銀裝嗎 你們還想看到什麼樣 特別的超級英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呢 歡迎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謝謝拜拜 按讚 跟我們分享分享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小朋友 和我們分享一下 的影片 我們分享一下 影片 可以嗎 可以嗎 找我們分享一下 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